小朋友躲在白板后 推板子一动 老师看了很火大 老师不仅拿板子挤压学生 在学生分组过程中 竟然还乱推人 老师失控 连保育员阿姨都没有耐心 有小孩用餐时呕吐 阿姨把碗放在地上 强迫她蹲在地上吐完 用力过猛 经过调查 确实是有相关的事情发生 对涉及的家长感到真心的歉意 对他们进行了解除 拼人合同的处理 这些幼稚园学童大多不满三岁 老师跟保育员却多次提罚学生 令家长好心疼 出事后校方已经辞退两人 层次不齐的老师素质 再度敲响校园监管警钟 记住综合报道 在地上 在地上